好了 鄉親 在這個日本時代 在臺灣出事的日本人說叫做完生 來看日本這位84歲完生 孫子阿嬤 就是在臺灣出事 她的外公外嬤是日本人 當年在婚臨 賀杯湯槍的旁邊開油膀 她小時候都在湯槍在玩 說現在有心情不好就吃湯 不然日本前排 整個會搬回日本 孫子阿嬤說 她已經思念臺灣的人情味 經過少量到臺灣湯的旁邊 她來臺灣三次 整兩次都找不到家 第三次找到好壞湯槍的手掌 會說實意 她才順利找到外公的家 也找到她小時候在出頭的湯槍 經過來吃到 讓她少量七十多年的臺灣湯 她是84歲 孫子阿嬤 她也找到來吃湯槍一杯湯 擺一口 也洗水倒不掉 連住來 一張車刷給孫子阿嬤 想起今天吃湯的湯槍 阿嬤說她外公外嬤是阿嬤 在婚臨後部開業縮 跟她媽媽生入來 也是翻生第一代 媽媽帶自己入獎 實際上帶來的爸爸 在她的記者裡面 外公道的旁邊是湯槍 每天都批評到最多的湯槍 在她四歲時 日本前輩 整個口罩 半湯到日本 外公派兩公斤的車刷 當時她心情不好就回家 後來兩公斤吃完 從來沒有吃的 昨天來到這邊吃到第一次的 她就想到她那時候的 幸福感 她說那時候是最幸福的時候 前輩 少年臺灣 懷念 車刷的主婦 第一次和媽媽回到臺灣 已經變這麼多 沒找到外公道 也沒找到車刷 第二次 也八早一刷 第二次 第三次 五學生北方 找到婚臨後北桐酒 長長也要說歷喜 有長長到三天 也會找到阿嬤 當年住的地方 在家裡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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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一職業 84年來 她最快樂的時光 就是在 不會的那二人 阿嬤搞哈igu中心裡 很慑哭 家裡 훨眠 七十多年的車駛 再到你們自己路段 找到媽媽的老嬸 yss不是在臺灣 今天會 sait 可車刷自行 complac句 今天對시에 平淡